各位旗友大家好 这里给大家带来的对局是1990年 在全国象棋个人萨上面 有杨文清直红对柳大华的一个对局 对局走了几步棋之后 杨文清主动的弃马 弃子抢先 最后取得了成功 非常精彩 我们来看一下这具棋 红防走的是先人指路 对河防阻底炮 面对河防的阻底炮 比较主流的走法有 炮二屏舞炮八屏舞 这两种走法比较常见 当然也有走向其进舞的 一些业余骑手 都是喜欢走向其进舞 这里杨文清选择的是炮二屏舞 横防选择炮二屏舞之后 河防就主要的是补向 走向上进舞或者向其进舞 河防选择的是向上进舞 向上进舞之后 红防直接跳马 河防起居 找居酒进衣 准备抢先出居土了 这时候 红防主动的马八经旗 本来河防走足底炮 就是先制红防走马八经旗 这个时候 杨文清找了马八经旗之后 河防就是 找足三经旗 红冰吃上来 那么炮肯定要打出来 这样杨文清主动的 欺了一个马 欺一个马之后 来进行抢先 平均抓炮 如果把炮走开 那么就吃马 虽然说是 现在纸一样多 欺一个马回来 很方过来一个冰 如果非冰 那么炮打空头 这样肯定不合算 所以这时候也要保留 这个纸 不宁个气 气回去之后 红防多一个冰 进去守 守住之后 红防生炮 平均准备来打死局 合分清主 这里要打马 那么炮打过来一将 合分不是 接下来再平均 打局 再跳马 红局再升上来 这不起升上来的目的 主要的就是 下一步怎么平炮 过来对炮 炮如果打出来 这样要平炮 如果打过来 这里局就吃马 吃马像是杀骑 合分硬僵的时候 这里不杀 合分解杀的时候就吃炮 这样就把纸吃回来了 吃回来之后 红防就明显的大战优势 多了一个过河兵 炮正住了中路 同时这里有进攻手段 所以这种局面下面 因为下一步直接要平炮过来对炮 马先跳出来 跳马出来之后 推一步炮 合分先进足 后方再升上去抓炮 合分再走 居酒瓶室 直接从这里窗出来 这里炮打掉兵之后 后方直接升上来压住 这里打一架 用错不大嚇事 但是这个时候 合分这里鞠马都被牵住了 合分也没办法 只能够把这个马弃掉 准备是出鞠出来 如果直接出鞠 那么炮打上去了 红防还是一个中炮 所以这里 先把红防的中炮吊开 打过来之后 再走鞠 这里炮打掉马 鞠吃掉兵 抓住炮 炮退一步 退一步之后 合分直接选择 鞠吃掉像 现在的局势 红防是双鞠双炮一马 合分是双鞠双炮一马 一样夺的纸 不够 这些红防占有一定的公司 吃掉像之后 这时候红防再另一个中炮 另一个中炮下一步 准备是炮打马 打马打回来之后 再平均 形成一个鞠双 所以合分选择退去抓炮 浸泡一家 再垫住 再退炮 这样再抓 合分是常抓 这样合分犯规 上来的时候再退下来 退下来因为这里打马 马有根 所以这步骑是可以走的 这不算打 打马之后这里有根锁住 鞠双炮 就不能再来抓了 抓了就算长抓 合分选择进足 打掉马之后 炮打回来 接下来再走平均 这里要杀棋 只能退炮 再平一步举 这里要吃相 就算打回来 打过来 比吃足 还是一样 抓得相 这个棋就是个绝杀 合分守不住 好 这个喜剧就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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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